观众朋友晚安,一起来Focus全球新闻,我是张允熙 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他遭到纽约大陪审团起诉 被指控30多项罪名的川普他在周二的时候要到纽约的刑事法院来报道应讯 检察官当天会公布起诉内容,而川普将会在法院按指纹还有拍大头照 只是依规定纽约的警局不能公开被起诉人的照片 尽管遭起诉,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是不降反升的 获得了过半数的支持,超越了潜在的对手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不过呢,在全国的民调上头是有超过六成的民众都认为应该要取消他的参选资格 五成民众认为他做了违法的事,而这个结果对他2024总统的选情是个谨讯 美国前总统川普因封口废案,遭纽约大陪审团起诉 检方指控他30多项罪名 川普4号将到纽约刑事法院报道应讯 检察官当天会公布起诉内容 纽约法院进入警戒状态,周围已经封击,严防国会暴动事件中演 川普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遭犯罪起诉的前总统 他将按下指纹并拍档案大头照 纽约警察局依规定不得公布被起诉人的照片 除非当事人自己要求公布 川普报道当天,法院大厅会有摄影机拍摄他进入法庭画面 川普律师团表示会提出无罪声明 然后立刻向法官申请动议 律师也透露川普准备好要进行司法大战 川普上周四遭起诉后 周末两天他都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 批评法官和检察官是被指派来对付他的 他还向支持者募款不到24小时的时间就募得400万美金 共和党也团结力挺川普 前副总统潘斯虽然在卸任后与川普奋道扬镳 他也站出来捍卫川普 川普初选潜在对手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也公开力挺趴 川普在纽约完成应讯后将立刻返回佛州海湖庄园 他表示将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说 几家大型机构民调协国显示 川普遭起诉后在共和党内的声势 不降反声获得过半的支持 遥遥领先初选竞争对手德桑提斯 不过在全国民调上 超过六成民众认为应该取消川普参选资格 半数民众相信他做了违法的事 想争取连任的总统拜登对川普的官司三肩齐口 一来是前总统遭起诉 难免有现任政府秋后算账之嫌 二来也是避免被川普的肥皂剧 转移了施政焦点 助长川普的选举声势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